黑鷹直升機載著特彈部隊落地 模擬戰爭開打 足以載運入空物資 不過他除了能夠增加國防戰力 在國內空勤救援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火爆燈山客受困山區 黑鷹直升機立即出動 滯空盤旋鎖定目標 配合空勤隊員垂降 要將患者緊急送醫治療 不過救援行動不只橫跨山區 就連海上搜救也得一手包辦 它的性能跟它的馬力 足夠應付我們全臺灣各地 各山林的 包括包括所有的百岳 我們都能夠到達 而可以輕鬆地做支援做救援 由於黑鷹直升機吊掛水袋 載水量可達2400公升 若是發生高山火災 第一時間就能馬上出動 協助撲滅火勢 空情總隊14架黑鷹直升機 中共有6架配備特殊任務裝備 包含氣象雷達 目標定位系統 搜救尋向器 前式紅外線 以及衛星通訊系統 大幅增加夜間搜救能力 黑鷹直升機進駐台東以後 我們都直接可以從台東就派飛機 到蘭嶼 綠島 去做支援的醫療獲送 這節省了大概 至少30分鐘以上的是航程 黑鷹直升機 除了能為離島居民 爭取黃金救援時間 8個月來出動搜救次數 更是高達105次 成功救出69人 守護國人安全 功不可沒 接續我們賴欣言凱旭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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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